这样啊 唉 真是可惜呀 看了你对这些人参 雪莲和首屋 冬虫夏草 阿娇 应该也没兴趣了 既然你不要 那我就只好把这些药材 全给柳行云了 蛋丁 别中了她的圈套 毕竟她想要这些 已经很久了 别走 我要 我全都要 计划通 耶 不不 你别以为只是这样 我就会原谅你瞒着我的事 要想我原谅你 除非你帮我个忙 什么 帮我找到这个玉佩的主人 我要知道 是谁想害我 王爷 查到了 这个玉佩 是从南街的一家玉器店卖出的 带我们去哪家玉器店 老板 这个玉佩 是你们店卖的吗 这的确是我们店做的 而且还是会员特制版 我记得 这款玉佩 是卖给了 阿洛姑娘 怎么会在你的手上 你知道 阿洛姑娘 住在哪里吗 我们做正经生意的 是不会泄露 顾客 我亲自带两位去阿洛的住处 西街七十三号 就是这里了 阿洛小姐 有人找你 奇怪 不在家吗 不最近 进去看看 阿洛小姐 你一个姑娘家 怎么在这儿睡觉啊 不怕着凉吗 救命啊 来人了 死人了 看她的样子 才刚死不久 不知道是谁将她杀害的 帽子 他就是将我 推下去的那个船夫 他是死于他杀 而不是自杀 也就是说 有幕后主使命令 他将我推下水 当察觉到 我可能通过他 找到幕后主使时 提前将他杀害了 到底是谁想要杀我 我什么时候 惹上这么恨我的仇家吗 也许幕后主使的目标 不是你 而是我 什么意思 我身为王爷 在官场上 有许多仇敌 他们都不想 我的双腿被制好 因为我的身边 有暗卫严密守护 所以那些人只好对你下手 只要你死了 我就永远只能在轮椅上坐着了 不过看样子 那些人晚了一步 抱歉 是我将你卷进了麻烦之中 说这些话干什么 王爷你要真觉得抱歉 百日多给我一点药材 黄金美女什么的 补偿我就行了 美女是不可能的 等等 如果幕后主使 料到我们会找到阿洛 来到这里的话 那岂不是 王爷 我们在这里 等你们很久了 今天 你俩别想活着 从这里走出去 暗卫 你的暗卫 在地狱等着你们 那命来 王爷的腿 果然灵活不少 看样子 更不能留活口了 王爷小心 哪个缩头乌龟 派你们来的 为阎翁去吧 虽然王爷武力高强 但是人数不占优势 我得想办法帮他才行 这是 什么味道 屏住呼吸 是迷魂香 风卿 你小心背后 凤卿 凤卿 你们找死 凤卿 凤卿 快醒醒 不行 得立刻给他止血才行 这是 凤卿 是女的 这是 你终于醒了 你知不知道 我很担心你 王爷 你 怎么 没穿衣服 因为这样 我就可以 等等 你不说 你不是断袖吗 我可是 洁身自豪的 梁家民男 光天花日 朗朗乾坤 你要是 想对我 我只是拿一下 你身后的药膏 刚才和那群黑衣人打斗士 我的后腰也被割伤了 涂药总得把衣服脱下来吧 干费 你只操一松 你知道死 我看你 你有一颗 那你 是不是